三国迷的粉丝 三国演绎就更加出名了 除此之外 随着影视剧改编的越来越多 三国这个题材改编的程度 是仅次于西游记和风神演绎的 其中三国中人物人气最大的一个 要属吕布了 如果说在古代吕布的所作所为 正义非常大 让他有了三姓家奴的绰号 不过作为现代人而言 丁元音为忌惮吕布的武力 核对军队的掌控 就把他安排到了文职那里 一点没有一父子的情意 杀了他也能够理解 之后杀董卓也是一样 没有任何一个男人 能够面对自己的女人 让别人玷污而无动于衷 如果真的无动于衷 只能说明你不够男人 很显然 吕布很男人 所以喜欢他的人并不少 甚至他宁愿被骂名 也要杀董卓的做法 让很多女性觉着 跟着吕布这样的男人 才有安全感 导致很多女性找男朋友 按照吕布的样貌 吕布的武力 吕布对女人的好来找 真想提醒他们 一下吕布五千年历史 也就出了一个 而吕布的战绩 并没有关于那么夸张 各种一流猛将的斩杀 吕布在单条里面 几乎没有斩杀 什么猛将 只不过是杀了几个小将而已 可是虎牢官 前三英战吕布 只是把吕布逼退 并没有让吕布受伤 就能知道三英的实力 距离斩杀吕布还差得很远呢 不过如此说来 是不是两个顶级猛将联手 就只能打败吕布 不能斩杀吕布呢 其实这个真的是不一定的 关羽和张飞做不到 只能说两人还不够强 在三国演义中 有两个人的武力 虽然不能说一定比他们两个强 不过在联手对敌 肯定要比他们强 赵云和马超 同样是巫虎上将 关羽和张飞杀不了吕布 难道赵云和马超就可以吗 这个还真有可能 先说赵云和张飞 两个人一个勇猛 无敌以利压人 一个技巧无敌 防御能力更强 百万大军中七进七出 赵云没受多少伤 就可以知道 赵云的防御能力最强 并且擅长长时间交战 由赵云防御吕布的进攻 拖住吕布的攻势 短时间内赵云做的肯定比张飞好 而说到攻击力 关羽投几刀的攻击力 可以说是三国第一 不过除了这几刀之外 关羽在猛将中的攻击力 就排名倒数 这也是为何庞德 徐晃都能够和他 战成平手的原因 而马超在三国 有着金吕布 引马超称呼 曹操更是称赞 马超有着吕布之勇 可见在曹操心里 马超的武力 哪怕不如吕布 也想差不多 这么一比较 是不是立体了不少 赵云放手 马超攻击 只要赵云守得住 吕布败北 是意料之中 哪怕被赵云和马超 斩杀也毫不奇怪 是伤者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